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密室的阔音墙上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响动, 隔壁的声音开始变得断断续续了起来。 咦? 朱高赤的心头突然一跳, 道演大师在昨天离开南京前曾经特意嘱咐过他, 今天或许有些东西是他们都不该听的。 那时,自己曾问道演大师究竟是什么? 道演只是笑着神秘地摇了摇头, 不可说之事, 这不由地让朱高赤惊疑不定地起来, 而朱高赤更是看到, 父皇的脸色已经变得有些不太好看了。 不过还好, 下一瞬间, 阔音墙又正常地传出了一段声音。 我当然知道你的顾虑, 但你要知道, 玩物丧志又是花钱, 这些都不是正确的手段。 这是江星火的声音, 不知道他刚才在与谁争论。 不过朱高赤可以推断出, 大概率是卓静想到了与皇甫差不多的问题。 毕竟两人的身份, 能力, 眼界均相差无几。 皇甫能想到的问题, 这些人其实都能想到, 只是有的人不敢说而已。 没道理, 皇上叔能想到的, 卓侍郎想不到, 而且卓侍郎素来是敢说的。 而紧接着, 朱高旭的声音传来, 那岳飞纳杰克所提到的那个理论。 当然是有效果的, 但这不是我要说的。 江先生究竟想要说什么? 杨九的沉默, 一度让朱高赤以为, 阔音墙彻底坏了。 但阔音墙如果坏了, 应该传出沙沙的杂音才对的。 这只能说明, 江星火确实没有说话。 朱高赤看向了身边的父皇, 父皇的眉宇间笼罩了一丝交集。 看来, 哪怕是以父皇这般九五之尊的地位, 对帮助大明快速增强国力的变革的最后一个顾虑, 也是关切在心啊。 朱高赤心头想道,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 毕竟朱棣作为封建君王, 最关心的肯定是自己的统治。 而无论是刚才提到的一间病, 现在现在说的话题都是关系到, 变革后的大明, 朱棣是否依旧可以有效统治。 眼下, 江星火显然是有办法的, 只不过有所顾虑, 不敢说而已。 江先生在顾虑什么? 他不是一向很敢说吗? 朱高赤的心头不由地生起了疑惑, 这种疑惑在累加上道演那句莫名其妙的不可说之事, 不由地让朱高赤真的有些忐忑了起来。 这世上不会真存在某种天道之类的规则, 正在窥似人间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罢。 若是有些不该说的, 说了出去, 便是泄露天机, 要遭天谴。 朱高赤轻轻扬了扬脖子, 把这个荒谬到极点的想法抛之脑后。 而下一瞬, 朱高赤就差点把脖子扬过去。 父皇, 别。 朱的竟然是站起身来, 龙行虎步般走向那面刚刚重修好的窃厅扩音墙。 朱高赤赶紧起身, 还好他坐得离墙壁最近 一招熊猫抱树 就抱住了朱棣 朱高尺拉住了朱棣的袖口 压低嗓门道 父皇您可别激动 你要是把这墙给推了 咱大明的朝廷中书 可就被一屋子埋了呀 这话说的不假 皇帝大皇子 六步上书权在这 朱棣把墙推了 他走出去了 要是这密是他了 可怎么办 里面不是大胖子 就是老头子 全都是行动不便跑不掉的 这大明中书 可不就被皇帝亲手埋葬了 朱棣回过头来 目光里带着疑惑 显然 儿子阻拦自己的原因 令朱棣觉得奇怪 若不是朱高尺提醒 朱棣自己都差点 把刚才脑海里 闪过的这个念头给忘了 不过这面墙真能推吗 朱棣反倒打量了 一下这面窃听扩音墙 在心里认真地评估了一番 貌似也不是不能推 毕竟这面墙在重修的时候 就已经被推过一次了 而且面积并不大 支撑住也都在密室的两个脚上墙推倒了 密室也踏不了 不对 朱棣有好好地路不走 为什么想着推墙呢 或者直接把江星火照见过来不就行了 朱棣不禁为自己 被儿子带偏的古怪想法感到诧异 不过朱棣没有停止脚步 直接拖着还在熊猫挂树的朱高赤 往前走了半步来到了墙边 朱棣伸出右手 试图把裂开的陶瓷弥合在一起 紧接着 墙壁发出了嗡鸣的声响 将星火的声音从阔音墙中传来 看好了 我只教你们一次 能听懂就听懂 听不懂的也不再教了 文言 密室中的尚书们顿时精神一震 朱高赤也撒开了抱着父皇的手 这节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终于要揭开谜底了吗 皇甫亦是面色凝重的看向墙壁 尚书们接到了皇帝入狱听课的命令后 当然也有沟通 皇甫知道前面来的同僚们 都被连打得啪啪响 而证词又不肯出头 所以今天 全程由他给皇帝扮演捧梗 非是他真的就这么较真 这么耿直 未及人臣的上书了 哪有那么傻 明知道好几个人都掉坑了 还要质疑 无非就是今天的很多话 并不是他以自己的身份说的 事实上 只是别人不方便说出口的质疑 借他之口说出来而已 所以 关于这个终极疑问 皇甫不仅是心中好奇 更是知道 只要江星火所言可行 那么关于是否进行变革的问题 就算是敲下最后一锤了 本呢 江星火向郑和伸出了手 郑和呆了呆 什么本 那天晚上你提前回去的时候 我让你帮我拿着的那个本 上面寄了叫案 你忘了给我 江星火提示道 哦 想起来了 郑和恍然大悟后 变得有些尴尬 连咳了几声 别咳了 到底怎么了 江星火问道 郑和无奈的回答 忘到了牢房里了 拿 江星火的回答言简一概 看着周围朱高旭手下的假事 郑和也不客气 干脆地走过去吩咐那名悬甲校尾 帮自己取来 这是最后一节课 而且他已经知道了朱高旭与郑和的身份 所以干脆懒得装了 事实上 江星火现在对于烟校尾的再次见面 是做好了心理预期的 而讲完这最后一节课后 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何时 但肯定是在正月出狱之前 江星火清楚 自己会与朱棣见面 而朱棣既然决定在大明推行变革 并且采用了由他之前讲课结果汇总出来的 变法八册书 那么就不可能不问 关于这最重要的最后一课的关键内容 所以眼下江星火还是有些犹豫 到底要不要把教案上的东西 不再藏私地讲出来 从根本上来讲 这可比之前对话里提到的内容要禁忌得多 是真正的不可说之事 或者说不可细说之事 虽然江星火已经留下了足以反制的手段 但这个办法哪怕只是想起来 还是有些让他汗毛倒数 就在江星火思虑之际 那名悬甲校尾 已经呈上了昨夜江星火手中的教案 看着这名校尾 江星火心中闪过了一个念头 欧悬甲得提醒朱高旭一声 别作死 在前世的历史上 这小子好像是把自己的藩王 护卫称作天侧位 又自建悬甲军 处处效仿李世民 让朱棣怎么想 更何况 时代都变了 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军事科技 如火冲大炮的进步 还搞这些铁罐头也没有太大意义了 不过这也只是江星火的刹那念想 当记载了教案的本子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时 江星火的所有注意力 顿时都集中在了上面 再无杂念 江星火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听好了 这个办法 我不能说出来 能不能懂 全看你们的悟性 朱高旭文言心中一领 这是世尊捏花一笑一般的心传啊 江星火翻开了教案 中间夹着四支细细的碳笔 江星火给了三人 一人一支 自己留下了一支 随后果真一言不发 铺平了用粗纸和白线装定的本 江星火自己先画了个空心圈 示意他们一人画一个空心圈 三人照做了 随后 江星火在三人的空心圈上 画了一个大圈都包括了进去 却又与自己的空心圈相隔开 看着这个大圈 卓静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很容易理解 老套路了 紧接着 江星火在大圈里 画了两道求是铁栅来 一般的粗纵竖线 卓静皱了皱眉 虽然这个新办法很好 但是似乎并不牢靠 但江星火接下来的动作 却让卓静皱然捏断了一根白须 江星火把三人的空心圈 用碳笔慢慢地涂上了色 每个圈都是一样的颜色 但深浅并不相同 卓静看着颜色深浅不一的 三个空心圈和两条粗重的竖线 陷入了长久的尸神 过了很久 他才抬起头 满眼惊惧地看向江星火 江星火点了点头 又摇了摇头 指了指天穷 卓静终于明白 为什么江星火一个字都不肯说了 这是比韩非那一套 还要令人胆寒的办法 绝不能说出口 而朱高絮的眼神里 则充满了茫然 压轴戏 不说轰轰烈烈 也得于无声处起惊磊吧 这是啥意思 俺怎么完全看不懂